豬手Picassnaco葉鹹後造成的菜,通稱Schwain Schachs,本來是巴佛利亞造得最出色,但德國名氣大,大家就以為是一道代表德國的菜了。 其他名字還有Hachs,Stoes,Hacks,Hamsch,Botel,Nookler,Nagy,你在外國餐廳看到以上的名字,都是咸豬手。 最普通的做法是把豬手用大量的粗鹽葉一兩天,洗淨鹽,放進一個大鍋中,其他配料有紅蘿蔔、洋蔥、蔣蔥、西芹等,倒水至蓋住豬物,就可以煮二至三小時。 取出豬手,放入烤爐,溫度定在攝氏220度,烤過三十分鐘,過乾的話,用啤酒淋滋,最後塗上點之然。 湯鍋的剩菜放在碟邊,湯汁用另一個鍋煮籌。 修火,上卓時臨在咸豬手上,大功告成。 在德國吃咸豬手,不可缺少的是酸菜Sauerkrout。 家庭主婦都自己炮製,市場上也有大把燕繩貨買得到。 做法簡單,把包心菜,月人叫惠爺菜切絲,由上鹽,放入一大容器,重石壓枝。 放置五至六個星期,菜絲發酵,倒掉鹽水,就可以吃了。 有些人吃上癮,就把酸菜做成湯,批滑沙律。 但配合得最好的還是鹹豬手,要不然用來煮豬肉的任何部分,都是皆牛。 根據德國老韜的說法,豬手是不可以煮的,只能烤。 先將烤爐設定於攝氏二百度,在豬手皮上切幾刀,成為花紋,再塗上豬油,放入烤爐,烤至表面金黃。 然後用丁香,月桂葉,葛女子等香料侵與草莓醬塗脂,太乾了又以啤酒淋上再烤,約烤一小時,就完成。 取焗爐盆中的汁,加黃芥末,半耳酸菜,才是一道最正宗的鹹豬手。 有興趣學做的話,不妨試試,要不然就到歐美的各西餐廳點此道菜。 說到最後,豬肉還是東方人最喜愛的,他又不像牛扒,豬扒和羊扒那麼硬,吃起來靠近我們的紅燒原題,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名菜。